记者邱俊福台北报导,警署鉴于近年来旅有发生邦派假借特定政党民意从事政治性暴力滋扰事件执行除暴专案,从本月12日至21日实施第五波扫黑行动,经统计共有志评队下手25人被减速到案。 警政署表示,这次实施全国同步扫黑行动专案,运用系统性扫黑三打击第三方警政策略,全面扫荡不法帮派分子,要求各单位预签锁定监控中的犯罪,帮派分子通步实施搜索与具体行动,以收证者效果。 经统计各警察机关十天专案行动成果,共计出动全国仅立于12863人次,查气减速到案邦派犯罪犯嫌107人,其中还包含首恶制评专案目标15人。 扫荡邦派经常活动场所2242处,违反各类刑案邦派犯嫌239人,更发现一次介入政党的犯嫌一人成果丰硕。